整條道路都沒人 只有路燈陪伴 但訂單接了 得硬著頭皮往前行 好暗啊 阿彌陀佛 路過夜總會 佛號趕緊搬出來念誦 眼前越來越漆黑 外送原野 瀕臨崩潰 這裡超暗的 天啊 好恐怖 好不容易來到目的地 終於出現人影 看見弟弟走出來取餐 也讓他鬆一口氣 沒叫熊貓不知道他們吃什麼 584 510 啊 584 一名外送員分享這段影片 這一天跑到屏東內埔送餐 路途卻讓他頭皮發毛 我送到那邊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一大片坟墓 然後那邊又覺得 訂會怪怪的 驚慌所以你會一直碎碎唸 一直碎碎唸 實際找到了餐點 送達的地點 他當時是停在這個角落 他不是說送這間嗎 然後因為那個我們在裡面 沒有聽到聲音 所以他就騎進去 原來這個地方是可可農產 加工室 周圍道路還沒有整建之前 並沒有裝設路燈 現在有裝路燈 儘管距離事發當天已經有段時間 不過當時被隨堂考數學的弟弟可是對這位外送哥哥印象深刻 送來然後那個問那個問題 我是有聽到他好像在跟觀眾介紹 送餐送到偏僻漆黑之處 外送員怕爆 內心OAS真的只剩下當時的我 害怕極樂 華視新聞中邦 還有小星許富杰 屏東報導 哈囉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